学习音乐对于儿童的发展具有多重意义 一、音乐能够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 音乐与认知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因为音乐可以引导儿童的大脑发展 从生理学的角度 学习音乐有助于培养儿童的语言能力 记忆力和注意力从而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 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 儿童需要学习不同的乐器、技巧和节奏 这对于他们的认知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 音乐也是一种多维度的语言 学习音乐可以帮助儿童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 增强对语音和语调的敏感性 从而有助于他们学习语言 此外 音乐对于儿童的记忆力和注意力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通过练习和演奏音乐 儿童需要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和步骤 这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记忆力 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也有助于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从而提高他们的专注力 另外 音乐还可以帮助儿童培养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演奏音乐的过程中 儿童需要不断地思考和创造 以实现自己的音乐想象 这可以帮助儿童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并增强他们对艺术、文化和人生的理解 音乐也是一种表达情感和意识的方式 通过学习音乐 儿童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 并与他人沟通和交流 音乐还具有强烈的社交性 可以帮助儿童提高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通过与他人一起演奏音乐 儿童可以学会如何与他人合作、协调和沟通 从而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 所以 学习音乐对于儿童的认知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学习音乐 儿童可以提高语言能力 记忆力、注意力和创造力 增强他们的情感和社交能力 并培养他们对艺术、文化和人生的理解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学习音乐对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具有不可呼视的重要性 二 音乐也有助于儿童的文化和历史教育 音乐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儿童的文化和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学习音乐 儿童可以了解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的音乐特点 了解不同文化的音乐传统和风格 接触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作品 并了解音乐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的作用和意义 例如 儿童可以通过学习古典音乐 了解西方文明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通过学习民间音乐 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通过学习现代音乐 了解现代社会的文化特点和艺术风格 此外 学习音乐还有助于儿童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和艺术形式 审美价值和思想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 通过音乐作品 儿童可以体验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 并通过音乐的形式 内容和音乐语言等方面 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 归纳起来 学习音乐对于儿童的文化和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学习音乐 儿童可以了解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的音乐特点 接触不同的音乐作品 提高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和了解 并培养对文化和艺术的兴趣和热爱 同时音乐还可以提高儿童的审美能力 增强对艺术的敏感性和评价能力 帮助儿童更好的理解和欣赏艺术 再有 学习音乐也有助于儿童的文化多样性教育 通过学习不同文化的音乐 儿童可以更好的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提高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和尊重 增强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和理解 三、音乐还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活动 能够增强儿童的生活乐趣 通过演唱、听音乐、跳舞等方式参与音乐活动 可以增强儿童的生活乐趣 音乐还可以帮助儿童释放压力和情绪 提高身心健康 通过音乐 儿童可以感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舒适和愉悦 并且可以通过音乐排解压力和情绪 另外,音乐还可以帮助儿童提高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音乐活动需要多人合作完成 这对于儿童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有着重要的提升作用 因此,音乐作为一种令人愉悦的活动 具有增强儿童生活乐趣 帮助释放压力和情绪 提高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等多重功效 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学习音乐对于儿童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益处 包括促进认知和情感发展 提高文化素养和团队合作能力 以及增强生活乐趣 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为孩子提供学习音乐的机会 以帮助他们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